出去旅游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如果和太节俭的人一起出行 愉快的旅行就变成了糟心的旅行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深有体会 今年四月份我和老公去表姐家做客 在酒桌上两个男人多喝了两杯 当时说起在家真没意思 我表姐夫就说要不咱去西安玩玩吧 我还没有去过西安呢 我和表姐觉得在家也挺无聊的 就同意了她的建议 当时四个人真是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和老公连回家收拾行李都没收拾 美人就拿了部手机 开着我家的车就上了高速 因为我老公和表姐夫都喝了点酒 一路上是我表姐和我轮换着开车的 出发的时候表姐说费用咱们两家AA吧 花的钱记住账回家统一结算 我说没事都是自己人 谁掏钱都一样 表姐说那可不行 亲事亲财得分清楚 我同意了她的提议 郑州到西安几百公里 我们两个开车开得慢 开开些些 开了7月8日个小时才开到 路上的的邮费 过路费都是我先掏出来的 到西安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 我老公建议先找个宾馆住下 再去找个饭店吃饭 结果去找宾馆的时候 两家人意见就不统一了 我想住在回民街附近 我感觉住在哪里去吃小吃方便 表姐觉得住在那里 房价太贵了 她想找个经济型的酒店住 因为来之前说好了AA制 我也不能固执己见 表姐开着车 在附近转圈找宾馆 最后听她的话 我们住在了一个很偏僻的小旅馆 虽然房价只有一百多 因为窗户的密封效果不好 又临着公路 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去兵马俑博物馆玩的时候 更让人无语 明明是表姐夫提议来西安玩的 到了兵马俑博物馆 人家两口子一问门票那么贵 都不愿意进了 表姐和表姐夫在门口拍了一张照片 说他们不进去了 他们两个坐在车上等我们 让我们两个进去玩 门票让我们自理 我说既然来了 进去看看呗 开车开几百公里 就为了在门口拍一张照 两张门票也没多少钱 你们也不是没有钱 表姐说看景不如听景 你们去里面拍几张照片发给我们 叫我们发个朋友圈就行了 买门票花一二百块钱 不值得 你们去吧 没办法 我和我老公只好买了两张票 进去参观了 在参观的时候 我们老是想着他们在车上等我们 我们匆匆忙忙 走马观花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去参观西安古城墙的时候 表姐一看还要买门票 就对我们说 咱站在下面看看就行了 上去看看不是还是这样 一个人还要掏好几十块钱 最后我们也没有买票上去 我对美食比较感兴趣 到哪里旅游 都想尝尝当地的名小吃 我们在西安回民一条街上转的时候 我想去吃老孙家羊肉泡馍 表姐 表姐夫一问价格就拉着我们出来了 表姐说一碗泡馍三十多块 这不明白这是宰人吗 人家说回民街专骗外地 我们不在这里吃 我们去外面找个小吃店去吃 那顿饭 我们是在外面的小吃店解决的 虽然省了几十块钱 也没有吃到正宗的西安味道 跟表姐表姐夫一起出去旅游 感到处处受牵制 吃也吃不好 住也住不好 玩也玩不好 想撇开他们自己玩吧 我们是一起出来的 感觉这样做也不地道 这次旅游根本没有玩尽兴 吃尽兴到哪里 表姐和表姐夫都是先问价钱 再决定玩不玩 吃不吃 而我觉得出去玩就是花钱的 抠抠嗖嗖嗖的 很不痛快 我和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在西安玩了三天 四个人连吃带住 连来回的路费 一共才花了不到三千五百块钱 算账的时候 把表姐表姐夫心疼得不得了 一个劲地说 下次再不出来了 没想到出来一趟 花这么花钱 跟表姐表姐夫出来旅游 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不痛快的一次旅游 下次我再也不会跟他们一起出来玩了 表姐家是拆迁户 家里有几套房子在出租 他们两口子可比我们有钱 他们有钱就是不舍得花 通过这次旅游 我算是知道了 以后出去玩 尽量不和消费观念不一致的人 结伴而行 这样对彼此都是一种折磨 哪里是否则 对彼此的数字 请不吝点赞 仿佛